哈喽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一台very cute的Galaxy Z Flip 4 是我第一台用的直叠机哦 然后有一些功能 不中你不知道易用了 才可以体验到的 到底这台折叠机跟我平板手机 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些功能很prop的跟大家分享 好吧 现在就去了 平时出道来拍照 如果用直板手机 It's either有人帮我拍 或者是我自拍吧 但是Galaxy Z Flip 4 它可以不同的角度 可以很有创意这样子 我拍它 它只是向它来拍我 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我自己在外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放在不同的角度 然后看折叠可以放出来 怎样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可以随意地拍 来点个来看一下 今天你拍完过后 它就会显示一个东西哦 就是你要希望保持这个角度 证明你下次开会的时候 它就会保持这个角度 因为它知道你想拍这样的角度 就会显示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这个 Cover Screen外面这个小屏幕 我自己是没有用过 这样小的屏幕啦 但是它可以显示东西 像是可以set自己要的Emoji 这个就是我来的 有没有有点像圆宇宙的感觉 再来叻 如果我的Message一进来 我竟然可以用这个小屏幕 来Reply Message哦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自拍 它开启了 自拍的功能 这边就可以直接换目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在开Play List 如果手机放旁边 依然可以这样Double Tape 刷去旁边 就可以听我要听的歌了 还有咧 很多人出门 要自己拍照的话 会带脚架吗 可是我用了插锅勒 就不能带脚架了 为什么咧 我show给你看啊 圆地拍照啊 你就比个5 对就是这样 我就可以自己拍OOTD了 还有一个咧 平时by video 纸板手机是这样子的 但给了自己Fillipop是这样子的哦 然后我现在 你看到吧 小孩子 我录下啊 先 嗯 跟着它跑步 记录下生活 而且我觉得这个姿势哦 拿着这个手机是很稳的 好啦这几个咧 就是我用到Galaxy Z Flipboard 最有感觉的功能啦 那这个咧 就是平时我纸板手机 是体验不到的 大家觉得这四个功能是如何 记得跟我分享一下哦 拜拜